大家好 很多朋友看了我说的那个 到酒运的哪些行业比较好 然后有一些朋友就找到我说 他忘了 我们很多人关心是一运哪些行业比较好 我在想着有必要吗 那都是20年前以后的事情 对吧 但人家说的很对了 不是啊我们这位孩子显专业 我能这样说就没办法了对吧 那好 那这样的话也我也可以理解 他说你要理解我们这些老母亲的焦虑 那这是对的 那么这是有个问题 第一 哪个行业最旺 不等你说你一定要去从事这个行业 首先要注意点啊虽然我们说我们要 要跟风口 但是不跟风口我们也有挣钱的 要首先说我们其实应该你做哪个行业呢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 根据你的八字用试 这个是可能会最适合 这是一点 就是根据八字用试最适合 第二点 第二点大家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个医运就上远了 已经回来了 医运了 上的医运呢 是水运 是水运 是北方运 是北方运 所以你要想一想 其实到时候加拿大 跟跟 跟俄罗斯 可能要发展比较好 这要注意点 那么很简单 澳洲呢 发展 数字 澳洲的澳洲发展可能会差一些 我这个注意 好了别忘了 医院是什么时候 2044至 2064 就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当然我们说2037就进入了 要记住2037其实就进入 开始进入了 慢慢的进入了 这点要注意 所以说 你时间的那时候你要知道澳洲会受制点了中国发展好 为什么好啊 中国理论上来说在整个 整个世界来说但是东东方对吧 我们北方也有对吧我们黑龙江什么也算有北方但就算东方是属木 属木 那么水是属木的 所以我们东亚 还是会发展好的对不对 东亚发展还是可以的 包括我们中国对吧 所以中国发展也是可以的 那么中国就好对吧中国现在南方来说他有大湾区对吧有大湾区 那到了 九云有大湾区 那 到了后面的那我有上海啊对吧上海可是东方了对吧真正东方了你大湾区其实也是东方对整个 整个中国其实是东方我们整个说会东方巨龙吗对吧 所以我们 不怕我们我们中国发展其实挺好的一直发展和一直发展 好 这个 澳洲发展会不够好就是有一点大家注意和所以呢 考虑 回国了还是去什么去什么 加拿大了什么那个水水多的地方或者是北欧了 这个地方 还有点的就是 既然这样的话还是要说一说我记就是属水的行业 和属木的行业 都喊可以和他可以就这点要注意 那什么行业呢那看一下在这里和 属水的行业航海了游轮哪什么和 那个海运了对吧9813天的这些东西我不读了 大家看一下你可以截图看一下什么东西 属木的行业有这些 就是因为大家问到这一点我就把把帮大家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集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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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